音樂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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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樂的音樂 音樂的音樂 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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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可以上課 我們現在談到 說我還是用 分離變數的概念 在解ODE 有的可以直接 變數分離很容易 如果不可以 變數分離的話 你可能做一些轉換 透過轉換的方式 我們可以有 比如旗次,你觀察它是不是旗次的 Homogeneous的 或者它有這樣的一個format 像第二個,中間這個像是一個直線方程式 那我們根據它有沒有焦點 以及它是不是平行線 它有不同的做法 那我們今天要來談的就是第三種 就是它的形式呢 是我的y-prong等於f of ax 加 by 加 c 就是變成一種 它的右邊這個函數可以寫成 這個樣子 它就是一個什麼樣特殊的函數關係 就是以 ax 加 by 加 c 為整個 你可以把它想成另外一個額外的變數叫做 u 以這個 u 為變數的一個函數關係 然後它是前面左邊是 y-prong 這樣形成的一個ode 那面對這種做法 我們就會把中間這一塊 這個括號裡面的 ax 加 by 加 c 然後我們會把它另成一個新的變數叫做 t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算 dt 就等於 a 的 dx 加 b 的 dy 然後這個 c 旦就沒有了 所以我就有辦法把我的 dy 寫成 一個額外的 你就把 dy 把左邊移過來 然後再除過去 所以它變成是 dt 減掉 a dx 除上 b 那這樣意思說 你將來在這個地方就可以把它 試著把它換掉 把它換掉 所以這個概念其實 我剛講到這邊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把中間這個地方 用變數變換把它換掉 然後去做這個替換 那我將來就可以讓這一個原始的 ode 產生一個可以分離變數這種狀況 那我們用一個例子來看 可能會比較直接一點 我們 example 13 他說我要求 y prong 等於 tangent 平方 ok x 加 y 我求它的通解 我求我這樣的一個 ode的通解 所以你可以看到右邊 這一個 就像是左邊這樣的一個 form 它這個括號裡面 是一個 ax 加 by 的 form 現在 c 是 0 ab 這個兩個的係數分別是 1 那這個 function 是什麼 function 它是一個 tangent 平方這樣的一個 function 所以我們解法呢 就會把裡面這個另成一個變數 那另成什麼變數呢 你自己決定 OK 所以我們假設我們另成 u 就好了 不一定是另成 t 我們這邊想 假設我們另成 u 好所以我得到 u 就等於 x 加 y 這是我另的 好那這時候我就會得到 du 就等於 dx 加 dy 好那我就得到 dy 可以被我寫成什麼 du- dx du- dx 好那接下來我就試著把它 帶到現在這個式子 原來這個式子是 yprong yprong就是 dy dx 對不對 好那你現在你的 y dy會換掉 dy會換成 du- dx 然後你的分母這邊會是 dx 不變 好然後右邊呢會變成什麼 這是我的 tangent平方 tangent平方 u 所以我現在只是做個 把這個值帶進去了 好所以我可以整理一下 這邊會得到 du over dx 然後我這個 這邊有個負號 減 dx over dx 這樣就是 1 所以我就會把它寫成 tangent平方 u 加 1 好那這時候我當然 1加 tangent平方 u 我可不可以用三角函數變一下 1加 tangent平方 不就是 second平方 u 不就是 second平方 u 是嗎 1加 tangent平方 u 就是 second平方 u 所以這個時候我看到 我可以做變數分離了 我可以做變數分離 怎麼變呢 我就可以把有 u的弄到一邊 所以底 u呢 這個是 second平方 u 然後會等於 dx 好所以你看我做了半天 其實就是要做變數分離 讓它可以有 x 的在一邊 那另外一邊 因為我們就換成 u了 所以會是有 u 的在一邊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做 這樣的一個接下來的 積分的動作 那 second平方 u 它其實可以寫成 cos 平方 u ok cos 平方 u 底 u dx 所以是 cos 平方 u 好那你現在 接下來就要做積分了 對兩邊做積分 那 cos 平方 u 然後底 u 這要怎麼積啊 用 因為它是平方的 所以這支一個 u 所以不行 所以要想辦法弄成 不能有平方的 所以用 半角公式 或者背角公式 把它換掉 對嗎 所以 cos 平方 u 我就可以把它變成 1加 cos 2u 分子 2 好 底 u 等於 dx 好 中間這個就是 使用這一項 就是我們的 cos 平方 u 好 不管是半角 或是背角公式 其實它只是 一樣的 ok 好 所以總之就是把它變成這個 好 那接下來你就有辦法 做積分了 所以接下來積分 這一個地方就會變成是 2分之1 2分之1 去做 積分 對 u這邊積分 所以是2分之1的 u 然後再加上 2分之1的 cos 2u cos 積分會變 sin 2u 可是裡面是2u 所以還要再除上2 對不對 然後你分母本來這邊就有一個2了 所以這邊就變成 4分之1 sin 2u 好 然後右邊就會等於 x 好 那我們把 我們把常數加上去 好 接下來就是把它帶回來就好了 把那個變數變換的 所以 u現在是x加y y 然後4分之1的 sin 2 兩倍的x 加y 等於x 加c 好 這個就是 我們最後的答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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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就做一個變數變換 那剛好遇到 三角函數的積分 大家練習一下 這是 半角 背角公式 公式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吧 sin 2θ 等於什麼 2sin θ cos θ 是嗎 那你也會有一個 cos 2θ 等於什麼 那cos 2θ 等於什麼 其實就是剛好跟這個 我們剛剛這個相反 OK 所以這個就是把它寫一下 就是了 好 這是 我們先 最後一個這個形式 所以這個感覺是比較 比較變化不大 但它這個 中間這個f 會變成什麼樣子 不一定 所以通常會看到 很多的三角函數 或特殊函數的時候 你喜歡就試著用 這個變數變換 把中間這個給 換掉 好 所以這個是 我們 在 在談這個 怎麼樣做變數分離 如果它不行 然後我試著 讓它 做點轉換 然後它就可以做變數分離 好 那所以到此為止 我們已經把 用變數分離的方法 求解 這邊講到一個 一個段落 所以 你在 在 再裏賣了一下 你要嘛就直接可以分 OK 那要嘛不行 就試著做變換 那如果它直接是其次的 你去判斷是其次就可以用 如果不是的話 這兩種 這兩種 第二種形式 它其實目標 也是要想辦法讓它變成其次 所以你等於是 第二個想辦法讓你變成 其次了 那變成其次 當然就用其次的方法 去解它 OK 另外這個是 比較特別 這個f 不是確定是什麼樣的函數 通常是在比較特殊的函數 你可能就會用到這個